政府早前因应第五波疫情提出调动学校的上课安排 教育局今天就公布了详情 全港的中小学最迟3月17日开始放假 一直到复活节假期结束为止 而下学年的开课日期维持在9月1日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强调 局方不会强迫学生接种疫苗之后 才可以回学校上课 又或者考中学文凭试 全港中小学生今个学年可以提早放暑假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 学校原则上要在3月7日开始给学生放假 直到复活节假期结束为止 个别学校可以因应课程进度 人手安排等 将假期最迟延至3月17日才放 假期结束之后 幼稚园和小学可以先开始面授课堂 中学就有待文评试结束 今个学年最后上课日是8月2日至12日 下学年开课日期维持在9月1日 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就容许他们 弹性处理假期安排 中学派位日程表也要调动 派位结果延至7月26日公布 学生向获派中学注册日期 迅延到28和29日 小五下课期程分市提交日期就延至8月 杨润宏强调暂时不打算强迫学生打了针 才可以回学校上课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一个打算 将打针成为一个上学的条件 这个我们一直已经说了很多次 我们固然我们希望所有色灵的人士 都去接种这个疫苗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有效的 其中一个最有效的保障方法 但是我们不想将它成为一个 上学受教育的一个条件 教育局又说 验证审视各家学校的设施 再减选合适的校舍用作全民检测之用 暂时没有定案 另外局方将会撥出6200万 作为学校提供一筆个防疫特别津贴 每间学校可以获派15000元到37500元不等的津贴 凤凰卫视记者刘浩俊报导 帮助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